那么书接上回 我们继续来讲解一下 把一只话筒接入到系统之后 我们如何给这只话筒来添加效果器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话筒添加效果器是怎样的一个国际路径 那么首先就是 我们需要将话筒的这个信号 接入到我们的效果器里面去 然后再选择一种效果 处理之后 我们再将效果处理后的一个信号 发送给到我们的box母线当中去 这个时候再由它代入到后级的设备 那么基本的逻辑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具体的操作是如何的呢 首先我们同样的 因为我们的话筒是接触到的 应一这一个输入一的通道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先选中输入一 然后我们之前说过了 这个Effectsend就是我们的一个效果 发送的一个旋钮 我们旋转它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界面 那我们只需要旋动它到零刻度左右 我们这里就默认它满入发送 然后它就是 现在的意思就是 我们已经将我们的一个话筒信号 发送到我们那个FxE的一个效果通道 那这个时候 我们打算使用什么效果呢 我们可以在Effects这里面 我们去调节这个参数 或者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浴室库里面 这里有个浴室库 浴室库里面去调用一个喜欢 或者是对应场景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是将 我们的FxE它的效果母线 发送给到我们的一个BusE的一个 输出母线上面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只需要在这里 回到我们的控制推子这个界面 我们将我们的一个FxE 这个效果E的一个通道推子推起来 Hello 一二三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音箱里面 输出出来的信号 就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效果一个信号 然后我们可以去更改这些参数 那它里面 它就是会根据我们的参数变化 而实际是有一个变化的 Hello 一二三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推子 去控制它的一个 发生到Bus母线的一个效果大小 也可以通过这里面 这里来去控制它的一个发生量 和平大小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去 如何添加效果器的一个具体擦作 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来背购 这次按键 开始 超过温暗 感谢观看